歌手谢安琪出席慈善活动 她说自然和旧唱片环球唱片的合约纠纷已经私了 但现在还没签下任何新唱片公司 对于她早前出席师弟Gordon加盟唱片公司金牌大峰的记者会 令人觉得她签约金牌大峰的机会较大 她表示这只是错觉 其实唱片方面呢就要下一步 因为现在我合约的问题刚刚就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那接下来要合作的公司我们还在选择当中 那可能会选择本地的 也会考虑就是国外 就是可能内地啊 或者是东南呀 其他地方的公司 因为我们都觉得 之前的国益专辑也得到很好的支持 所以也有信心 可以就跟更多的朋友去宣传我们的音乐 所以现在还没有确定 跟那个公司会接下来的合作 所以现在我都可以做安心的 先做好音乐 那合约的问题我就交给经纪人了 其实当然当时候 我们家的师弟就是Gordon 他们两位都签约了金牌啊 也是代表了 我们都觉得金牌是很好的公司 也跟他们谈的 也有谈过真的 那也很感谢他们的诚意啊 所以接下来会不会真的合作呢 就要看经纪人啊 还有我公司老板 周博贤 他们的确定呢 其实我自己的 对于金牌的印象当然很好 虽然现安琪的事业 最近几年高低起伏 仿如坐营销飞车 不过他跟老公儿子的关系就一直很好 媒体问他如何庆祝下个月的父亲节 他称儿子的生日也是六月 但因为老公张继聪 届时在内地拍戏 未能感激返岗 所以儿子将首次不能和父亲庆祝 而张继聪为此伤感到隐私 已经买好礼物等儿子生日时 由他代为送上 他真的 其实张继聪他原来他人蛮感性的 突然间发现 因为他是第一次 儿子现在五岁了 他是第一次儿子的生日不在香港 那所以他有点就很香港的样子 所以他五月刚刚出发的时候 他先买好了礼物啊 然后写好了一个卡片啊 这样就藏在他自己工作studio的那个沙发的底下 就藏在里面 因为我儿子他 他其实蛮厉害的 他眼睛 就突然间有一个东西改变了 他都会发现 所以他不敢随便放 他就故意的藏得很秘密的 这样 那他自己藏起来 就把那个玩具推进去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泪光 就很感触说觉得自己没有没有时间跟儿子一起新竹生日 觉得很伤感这样 还有就每天很烦就问我儿子有没有说很想他 这样 每天就问 他有讲 那讲几次呢 讲几次 他表情怎么样 就很几次的要我表达出儿子的那种思念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感性的爸爸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